南方週末新年獻辭 中國夢 獻這夢 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換稿 引發了軒然大波 年日來各界一直為新聞自由而呼籲 星期一又有上百人聚集在南方週末 位於廣州的辦公室外面 對南州表達聲援 並且抗議中共的言論審查制度 戴上黑手套 高舉標語要求新聞解禁 言論自由 抗議中共黑手剝奪基本權利 近百人聚集南方週末的辦公室外 聲援南方週末的新聞人員 英國廣播公司BBC 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都對此事進行報導 抗議民眾戴上閉言套 手上的標語寫著《還我南州》 事件起源於今年年初 以改言著稱的南方週末刊發的新年特刊 遭到宣傳部刪改 引發報社記者和編輯強烈抗議和民眾憤慨 更進一步掀起大陸各界反對言論審查的聲浪 路透社指出 星期一出席抗議的民眾多數是年輕面孔 許多人手拿菊花 象徵在中國早已不存在的新聞自由 新唐人記者史考特綜合報導 推遭到 joining us 喜 치